大家好,我是文瑞 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四条比较大的新闻 咱们一条一条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条新闻就是很多人也都看到了 就是有人在传 大家说是马化腾的一段文字 在社交媒体的一段文字 但这个事情我不想多说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马化腾说的 但是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一件事 这个是真实的 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比马化腾说的这段文字更重大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马化腾的这个文字下面 就有人说了 有一条留言说 现在除了这个胡锡进 就没有人这个关注经济了 就是意思胡锡进自己在关注经济 然后呢就是马上 胡锡进他就发了一条微博 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就给自己辩解说 意思说现在这个 怎么能说就我一个人这个关注经济呢 大致的意思了 就是还有很多人在关注经济 如何如何 你就看出 看出他心里非常紧张 他就对这句话非常紧张 因为这句话 他正好在这个就是马化腾 所谓的马化腾的那段文字下面 所以很多人都能看到 他非常紧张 他为什么紧张呢 那这背后的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 原因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现在李克强在不断的关注经济 那么习近平呢 他坚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动摇 那就是他不关注经济 那么你要是关注经济 那好像就是说 你是在支持李克强 那再延伸一点说 就是你是在反对习近平 给人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吧 那再说的深入一点 那就是什么呢 现在习近平已经用他的这个总路线 和经济对立起来了 就是习近平现在是和经济对立的 你要谈经济 你要谈多了 那人家就可以给你扣个帽子 你是在你是要反对习近平 就这样一种感觉 这个社会 现在就走入到这样的一种 非常荒唐的这种程度当中去了 你说在去年年底吧 当时我提到的是这样 你要是坚持改革开放 对吧 你要是支持改革开放 你就是在反对习近平 但是这仅仅刚刚过去几个月 现在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说你要是支持经济 对吧 你要是谈经济 要谈经济发展 你就是在反对习近平 这个社会就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胡锡进 他非常紧张 然后要马上澄清 要解释的一个核心原因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开始现在就是说 看好像朝阳区吧 有一个小区开始进行硬隔离 就像上海一样进行硬隔离 就是在这个单元的出入口 对吧 用一些什么钢筋铁板 给你固定住 不让人出来 然后我看到有一位女士 也非常非常气愤 这个事情它是个案吗 我觉得不是 它应该有一定范围 有一批小区可能都要进行这样的处理 不可能只单独就对那一个门这样做 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基层官员 他自己敢动的 肯定是有来自上层的命令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蔡奇要迎合习近平 让习近平高兴 他也要这么做呢 还是说有一些官员 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 对吧 给习近平上演样 然后让大家看看 多乱了 连北京 首都北京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你看习近平这做的很错误 是还可能还有这样一种意味吧 总之这个事情 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 对吧 连北京都这样了 对吧 那么整个全国哪还能幸免呢 对不对 那就几乎是给每个人心里面都放了一个 一个非常不安的因素 大家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因为什么因素 就有可能被关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 它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 心里面的这种乱吧 现在是这样 习近平吧 他就是释放了一个口号 坚持我的总方针 不动摇 关键是你怎么不动摇 对不对 你下面你也不说 就像毛泽东似的 一定要敢赢超美 你怎么敢赢超美啊 是不是 你总得有个具体的策略 习近平不说 那你们下面就自己弄去呗 下面自己弄怎么办呢 那就乱弄呗 对不对 反正我只要表现的 很不动摇 对吧 那习近平可能就高兴 至于说老百姓怎么想 至于说经济如何 至于说其他的负面的社会影响 不管 就是跟你乱来 那这个社会不就要乱套了吗 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对吧 前面这两件事 我觉得还不算荒唐 最荒唐的今天我看到的这个消息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最荒唐的消息 就是吴尊友 所谓的首席专家 吴尊友出来讲话了 他提出个什么概念 叫间歇性排毒 哎呀 我一看我就想笑 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这个人 一般对别人的观点 我一般都是很谨慎 都是很 就是尽量我想听着他 到底讲什么 我也不会去笑话别人 我也很少去反驳别人 我顶多我就说 尊重你的观点 我的观点 可能跟您不太一样 基本就这么说 但是我看到他说的这个话 我就特别的想笑 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话怎么来的 就是很多人 老百姓很生气 就整天让我们下去检查检测的 对不对 天天排队 说很累很累 密度太大了 为啥要这么做呢 人家吴尊友就给出观点了 说你们呢 这个东西叫 这个间歇性排毒 就有时候你去检查的时候吧 对吧 你查不出来 然后那个检查完了以后吧 可能你就 哎 这个排除这个毒素了 所以是要不停的 密集的检查 但是他话 没这么说 但大致意思就这么意思 我就用大白话 给大家解释清楚 对我相信这事就很可笑 你知道吧 那你说你也不是专家 对文蕊 你也不是专家 你笑什么 对吧 人家没有说的是对的呢 对 反正是 我也承认 我也不是专家 但是 这些年都两三年的时间了 在全球 包括这个韩国 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哪听说过这种荒唐的事情 只是在中国国内 一会儿又去检查三文鱼 一会儿又去检查韩国服装 就是非常搞笑 那我的判断就是什么 现在在中国说一会儿 习近平不是要坚持吗 总方针不动摇 然后下面就一大堆乱象 那这些乱象 你要去否定他 对吧 你要去反对他 这也不行 你要反对这些乱象 那你就等于说是反对习近平吧 那你不去否定他 那就需要有一些 所谓的专家 出来给这些 这个荒唐的手段去背书 就给他们找理由 为啥呢 是因为这个 也就是现在整个这个社会 他失去了纠错的机制 一切都是在 朝着习近平指引的 那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在往下走 然后呢 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所谓的什么专家学者 也都按照习近平 希望看到的那个方向去解释 那这事能好吗 太荒唐了 这是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今天看到了什么 就是在河南 在河南那个银行 那个监管机构 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这样的机构 然后有一大堆 那么多的老百姓 他们在那就喊口号 有的人站着 有的人跪着 反正是 他们喊的口号 大致意思就是 就是要保护我们 这个取钱的这个自由 能够让我们自由的取钱 就是说这些老百姓 他把钱放到这个银行里头了 他们取不出来 现在人很多 人非常多 但是现在呢 取不出来怎么办呢 可以到这个银行 银行的监管机构去 示威 对吧 喊口号 就是说我的钱 我想取出来 取不出来 这个事情在中国社会 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多 频率越来越高 这个事情 在中国 所以说你综合这四件事吧 就是什么呢 现在吧 习近平已经和经济对立起来了 不管他自己承认不承认吧 他现在做的那些事就是这样 大家都不敢 甚至不敢提经济了 你看中国到了什么样 然后再有呢 就是他那个总方针 总路线兼职起来吧 就越来越乱 越搞越乱 下面就是越来越乱 现在他和毛泽东时代 还有个区别 现在下面这些什么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乱 很多人可以去赚钱 赚很多钱 所以大家希望这个事情乱 对吧 就是人不有人说了 如果这个 做雨伞的这个厂商 能够决定天 能够决定天气下雨的话 那雨是不会停的 就这么一个情形 就乱乱 然后呢 就是一些专家学者 还可能就是 乱解是吧 起码我是这么认为 你们能反驳 你们也可以给我留言 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现在是雪上加霜 失业啊 房贷这些都不提 就是自己在银行的钱 慢慢慢慢的 你要想糗 想取出来 都越来越困难 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 你说我一直强调这个乱 有老人说 怎么乱了 哪乱了 对不对 不要老是懂这些 整这些大词 搞标题党 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开始 一点一点 进入乱的状态了 如果再不制止习近平 这种胡作非为 中国社会的老百姓 简直太痛苦了 我还是那句话了 习近平下不下 李克强上不上 这个我不想再做过多的争论 有一点咱们应该能达成共识 咱们一起来赶紧制止习近平 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 否则这个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民众的伤害 简直太大了 这一点我相信 大家应该都能够认可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 很多天看到这些消息 我真的是挺让人痛心的 但是人也说了 你也就能在旁边说说 你还能做啥 也确实是我也挺着急 也确实是做不了啥 只能在这说一说吧 行 这一集就先聊到这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